耶利米书第38章 马坦的儿子是法提亚 巴士户我的儿子基大利 是利米亚的儿子尤甲 马基亚的儿子是巴户尔 听见耶利米对众民宣讲以下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凡留在这城里的 必因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向迦勒底人投降的 必可以活着 他们必捡回自己的性命得以生存 耶和华这样说 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巴比伦王必攻取这城 于是众领袖对王说 这人应该处死 因为他向这城里剩下的军兵和众民 说了这样的话 使他们的手都软弱无力 这人不是为这人民求平安 却是惹来灾祸的 西里加王说 看哪 他在你们手中 王不能做什么反对你们 他们就拿住耶利米 把他丢在王子马基亚的井里 那井是在卫兵的院子里的 他们用绳子把耶利米坠下去 井里没有水 只有淤泥 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宫中的城寨古时人 以伯米勒在王宫里 听见他们把耶利米 关在井里的消息 那时 王正在宾亚敏门坐着 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 禀告王说 我主我王啊 这些人对耶利米先知所做的 一切真是恶毒 他们把他丢在井里 在那地方他必饿死 因为城里再没有粮食了 于是王吩咐古时人 以伯米勒说 你从这里带三十个人 在耶利米先知喂死以前 把他从井里拉上来 以伯米勒就带人进王宫去 到储物室下面的一个房间 从那里取了些破布烂衣 用绳子 坠下井里给耶利米 古时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 把这些破布烂衣 垫在你的腋下 然后竖上绳子 耶利米就这样做了 于是他们用绳子 把耶利米从井里拉出来 这样耶利米可以住在 卫兵的院子里 后来西里加王派人 去把耶利米先知 带到耶和华殿中的 第三道门那里去见他 王对耶利米说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什么都不可以向我隐瞒 耶利米对西里加说 我若告诉你 你不是要杀死我吗 我若向你建议 你必不听从我 于是西里加王私下 向耶利米启示说 我指着那创造我们生命的 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绝不杀死你 也不把你交在这些 寻所你性命的人的手里 耶利米对西里加说 耶和华万君的神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将领 你的性命就可以存活 这城也不会被火焚烧 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存活 但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将领 这城就必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 他们必放火烧毁这城 你自己也不能从他们的手里逃脱 西里加王对耶利米说 我害怕那些已向迦勒底人 投降的有大人 恐怕迦勒底人把我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就会凌辱我 耶利米说 迦勒底人必不会把你交给他们 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平安无事 你的性命也可以存活 你若拒绝出去投降 耶和华指示我的话就是这样 看哪 有大王宫里所有剩下的妇女 都必被带出来 去到巴比伦王的将领那里 那些妇女必对你说 你的盟友善惑了你 左右了你 现在你的脚陷在泥沼中 他们就都离弃你 你所有的后妃和你的儿女 都必被带出来 去到迦勒底人那里 你自己也不能从他们的手里逃脱 因为你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抓住 这城也必被火烧毁 西里加对耶利米说 不要给人知道这些话 这样你就不会死 众领袖若听见了我和你说过话 就会来见你 对你说 告诉我们 你对王说了些什么 不可向我们隐瞒 我们就不会杀死你 王又对你说了些什么 你就要对他们说 我只是把我的恳求 乘到王面前 求他不要把我送回 约拿丹的房子去 免得我死在那里 所有的领袖 果然来见耶利米 查问他 他就照着王所吩咐的 这一切话告诉他们 于是他们不再追问他 因为王和他说话的内容 没有给人听见 这样耶利米留在 卫兵的院子里 直到耶路撒冷 被攻取的那一天